有位外地的朋友啊 他这个国庆期间到上海玩了一下 便到没打转向灯被拍了啊 罚100块钱扣一分 他就觉得挺冤的啊 说上海的处罚这么严的吗 上海交规这么严啊 出门在外这个打灯 这个转尤其转向灯啊 经常不打 好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啊 但是这个确实在上海 有多个这个抓拍的摄像头 是专门抓这个不打转向灯的 所以在上海开车 还是要养成便到打转向灯的习惯 像这个地点呢 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啊 沪清平公路公园东路东约五米啊 沪清平公路和通源东路的这个附近 所以便到一定要打灯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你们就试试一下 现在在下海 我有点 hung 我给大家看 我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